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奖故事的YouTube频道 今天咱们来讲一讲罗振宇2024年时间的朋友都讲了些什么 这是我们第三次解读这个系列了 第一次是在2022年跨年演讲 当时他的主题词叫腾挪 他已经发现了持续上升的这样的势头停止了 想要再获得利益 必须要进行腾挪,必须要换姿势了 所以2022年,实际上是2021年的12月31号晚上 到2022年1月1号的早晨 所以这个叫2022年的跨年演讲 讲的是腾挪 到了2023年的跨年演讲的时候 已经能够看出来得到整个的态势就已经不行了 他已经离开了大的会场 原来都是找一个巨大的会场 卖掉票,然后在里面是讲东西 到2023年压根就没有卖掉那么多票 所以他跑到一个巨大的书店 楼上楼下的来回讲了一圈 他2023年讲的叫 不要被困难所定义 这确实是难 首先他承认了 你不要被他定义了 再去讲什么 小生意也是生意 对吧 大的事咱已经不谈了 控制资本的无序扩张 不要去做垄断 不要去做二选一 大厂都玩不转了 所以他在讲小生意 还满怀信心的在讲 将世界作为自己的作品 他说我们还是要去做一些事情的 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自己去泼墨作画 这是2023年讲的东西 到2024年已经彻底的讲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叫请系好安全带 2023年这个过去的过程 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黑天鹅满天飞的一个年代 那么请系好安全带 调直坐椅靠背 收起小桌板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大家注意什么呢 系好安全带是要起飞的 我们还是要飞起来 当然另外一个系好安全带 可能也是在降落的时候说的 所以未来到底是能起飞还是降落 他并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 这就是2024年的 但2024年有一点什么好处 又回到了一个巨大的会场里边去 不像2023年没有会场 因为2023年是在怎么说呢 应该是疫情风控刚刚结束的时候 他去开了这样的一场会 没有去会场 也算是有情可原了 所以2024年的跨年演讲 回到了一个巨大的会场 那么在巨大的会场里边 他就会遇到一个问题 叫买票争议 在这个跨年演讲结束之后 很快就有人说 这个跨年演讲票只卖掉了三分之一 四千多的票 用一千多就要再卖 黄牛都亏死了 讲了这样的一个话 而且这个截图广为流传 导致罗真宇自己 必须要出来辟谣 说没有的事 说我给你看个照片 说这个照片上 你看这里也有人 那里也有人 但其实这个人肯定 没有达到坐无虚席的状态了 现在看整个的会场里面 我觉得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位置 是有人坐的 剩下的位置就是空的 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肯定没有把所有的票都卖掉 至于说里面坐的人 到底有多少人是买票进去的 有多少人是赠票进去的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因为你要想把会场塞的相对满一点 还是比较容易的 如果你发现到最后几天 票没有卖的出去 或者卖的不是很好 就可以邀请一些学生 邀请一些路人 去把这个会场稍微填一填 或者说我去发一些 你们得到订阅了这么长时间 给你一些福利 对吧 或者说给一些赞助商多发一些福利 这个事还是可以搞定的 另外是可以通过照相的方式 各定的角度 对吧 可以显得人头攒动 因为我以前做了很多很多活动 这个我们知道 比如说让人都往一个角坐 从一个侧面拍进去 然后把所有空座位 都靠前面的脑袋遮住 是可以显得人头攒动的 这个事我们干过 但是它在里面也有摄像头寻来寻去的 可以看到说 很多其实还不错的位置 里面是空的 比较楼上的位置 大概也就能坐到 一半稍微多一些的位置 但是最下面就是真正邀请区 肯定都是坐满的 最前面最贵的区域都是坐满的 很多的黄牛也确确实实是 把逻辑思维的跨年演讲时间的朋友的票 挂到黄牛网站上去卖 也确确实实在降价卖 这个事都是有人截图解出来了 不争的事实 如果罗慎宇你说你这个票真的卖掉了 营收数据拿出来给大家开一下 他竟然不拿出来 说这个票说我们人比三分之二多 你们说的不是一个完全准确的话 这个也不知道跟谁学的 你说的不是完整的事实 你就是谣言 包括有些在现场的人说 我看到的人确实比三分之一多一些 多出来的人是谁 这个都属于是情绪化的表达 没有任何意义 这个事情的结论基本上可以确定 今年的票确实不好卖 大家的日子都没有那么好过 你如果罗振宇真的说我的票 这个大家都抢光了 还在外面买不到 你叫骗谁呢 你又不是说那些大哥星 他可以站在上面讲四个小时 这个还要佩服一下 但是票肯定是没有往年的好卖了 那么今年到底讲了些什么 第一个系好安全带 这个是一开始的开篇词 也是整篇内容的一个核心 日子不好过 但是我们系好安全带 我们又平稳的降落了 我们又准备起飞了 这是今年讲的一个相对核心的东西 包括他整个的故事 都是在围绕这件事情来讲 他讲了一个金句 叫一行动就创新 一具体就深刻 一困难就出门 这句话讲的是什么 不要躺平 对吧 你只要动起来 就是在创新 不要说你动起来跟谁谁像了 或者说谁谁是原创了 别想那个 你只要动就行了 只要你在动 你就在创新 这是这样 第二个叫一具体就深刻 这话什么意思 不要浮于表面 对吧 不要说 我看的这个东西打了个标签是这样 那个东西打了个标签是那样的 一切都怪美帝 或者一切都是资本家万恶的资本 或者民营资本家怎么样 不要喊口号 具体的做一点点事情 对吧 当我们具体下来以后 他就会有一些深刻的反馈回来 最后呢 叫一困难就出门 因为大家过去三年 已经在家里待的时间太长了 2023年虽然可以出门了 但其实 还是更喜欢在家里待着 对吧 包括这个很多的客运 很多的餐饮 都经营的没有那么好 因为大家发现说 我在家远程工作 也可以解决以前大量的问题 像是发现新天地一样 但是真的不一样 对吧 我们还是要去出门 还是要去见到朋友们 还是要跟大家一起坐下来 去进行沟通 在这个碰撞的过程中 才有可能产生新的思考 而不是陷到自己的圈子里面去 虽然2022年再往前的三年里面 给了我们一个可以在家办公 可以远程协作的一个机会 但是还是要走出门 还是要跟大家坐在一起 这是我觉得他讲的还可以的一个点 再往后呢 是说各种小生意中 为生存而努力的中国人身上 各种微小的闪光点 他就要举出来 比如说一个怎么去做厕所的规划 怎么去做餐饮的规划 怎么在一个茶饮店里边 可以把人员讲到最低 怎么可以在一个酒吧里面 可以如何去做这个事情 他讲了非常多这样的案例在里面 每一个案例 你说他讲的这些案例 最后能够大明大放 能够成吗 不一定 但是他会告诉大家说 你看日子都不好过 但是呢 这些小的案例里面 也有一些反光点 那么大家要注意 第一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反光点 是一些中国人 他们渴望成功 渴望生存下去的一些中国人 他们通过思考 通过寻找一些差异 对吧 或者说在里面怎么去优化 怎么去迭代 怎么去螺丝壳里做道场 对吧 我们怎么去做一些非常非常精雕细琢 因为没有那么大的空间 让你闪转腾挪了吗 你让他们前两年倒腾 还在讲腾挪的事情 现在连腾挪的地方都没有了 我怎么能够在这个螺丝壳里面 能够让自己活下去 都在讲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些闪光点呢 对大家来说也算是一种感动 说你看 他还活着 他为了活着付出了努力 甚至有一点点小的反馈 对吧 都不敢说是回报 也不敢说通过这样的反馈 通过这样的一些改进迭代了以后 这个项目就可以成功 都不敢去讲这个话 只是说你看他努力了 他思考了 他改变了 有一些反馈 有一些变化产生了 他讲了非常多这样的东西 再往后呢 他讲了一个叫从木墙到西弱的故事 这块也很有意思 说以前我们都喜欢强人 喜欢马云 喜欢马化腾 喜欢刘强东 喜欢雷军 现在不是这样的 说我们不要那么多大师 他讲了在景德镇 做了一个艺术馆 我们把大量的 普通人 你不是大师 但是你也能做出有趣的东西来 我们把很多这样的人聚集在一起 发现 居然也做出了很多很璀璨的 或者很灿烂的一些结果出来 他在讲这样的事情 当大量的人聚集起来以后 就可以有些变化 其实这两年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结果 我们已经不要再去看那些大明星 那些大网红 而是说我们为每一个走入我们生活中 走入我们视野中的这些小网红 小的这种传播点所感动 这个已经在发生变化 现在的所有的推荐算法 所有的这些媒体平台 其实已经在向这个方向在转化了 因为他们发现当大家都去木墙的时候 当我们再去捧红一些大的网红 大的这种流量节点的时候 是很危险的 这个事情是不可控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培养一大堆的小网红 培养一大堆的小的 在某一个领域里头可以做出贡献的人来呢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有一个巨大的好处是什么 平台的价值会上升 当有了大网红以后 这些大网红会绑架平台会可以跟平台去讨价还价 甚至是说可以自己拉起私欲流量 可以把人拉走 这个事情是任何一个平台不希望看到的 所以他们说算了 我们不费这个信 我们把大量的小网红让他往上拉一拉 让尽量让中间的层可以有收入 可以愿意稳定的在这里贡献下去 虽然我们的社会还是金字塔形 没有办法成为仿锤形 但是他们希望什么呢 在这种网红平台 或者在整个的这种孵化平台上 成为一个仿锤形 最强的人有 还是有的 但是要少一点 大量的人要在中游 这些人都要活下去 都要继续往前走 对吧 当然最底层的人 尽量的让他少一些 即使没有办法变少 让他们尽量不要发出声音来 也就完事了 这就是从木墙发展到奚弱 我觉得这是2023年的一个 整个行业里面的一个大的特点吧 也做了一些自己的决心 表决心 讲什么呢 叫发大愿 卖小步 走远路 扣长头 不停顿 当然了 完全不必要着急 他讲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可以依然有一些远大的志愿 这个事呢 怎么说 大家其实对于未来都没有什么信心 不知道前路如何 但是没关系 我们可以定一个更远的目标 我记得我在学开汽车的时候 师傅说了 你想开车不画龙怎么办 往远点看 如果你就盯着车脑袋 你肯定是在画龙扭来扭去的 对吧 你就不知道你要去哪里 所以他说我们还是要发一个大的冤枉的 那么我们要小步的往前走 而且要走得很远 而且要做好吃苦的准备 所以他讲的要扣长头 别停下来 对吧 接着往前做 看了一下我2023年的业绩 我2023年 一共是发了480条视频 做了120多次直播 那么我们也在努力的来做这件事情 没有停下来 也不能着急 你说我做完这个东西 我的KPI怎么考核一下 对吧 我的每条视频是不是数据都在增长的 如果那样的话 我早把自己批试了 所以这件事情也还好吧 当然了AIGC作为年度热点 罗胖肯定也要讲一下 但是从他讲的案例来说 我觉得罗振宇并不太了解AIGC到底是干什么的 或者说这个东西未来到底是如何发展 他其实没想明白 在这件事情上 谁又真的想明白了呢 其实大家都没有那么想明白 所以热点他蹭了 他具体讲的什么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在这里赘述了 我觉得这块我比他讲的好 再往后还讲了些什么呢 立了些flag 别让这个世界对我们完全得手 这个大家要看 从前面说 我们要腾挪 对吧 2022年到2023年说 不要被困难定义 将世界作为我们的作品 对吧 还是向积极的方向在发展 但是到2024年 已经说了 别让世界对我们完全得手 这个世界已经这样了 我们改变不了了 他就这样了 但是如果世界对我们完全得手了 我们等于就认输了 就躺平了 对吧 这个事是不行的 我们既然可以自己努力的去做事情 我还是想起来有一本小说里面讲到 说不要让时代的悲哀成为我的悲哀 时代就这样 我们改变不了大环境都是这样的 那是时代的悲哀 但是我作为一个个体来说 我还是要去做好自己的 所以他我觉得要比2023年的要更加悲观一点 但是还是说我们要去努力 他讲的是别让这个世界对我们完全得手 他已经把世界定义成一个邪恶的一个目标了 而不像是去年说世界是我们的作品 对吧 他还是一个中性的 但是到现在我们已经在完全的对抗这个世界了 最后他的结尾词讲的是什么 叫世界是个草台班子 但我不是 不知道他所定义的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是全世界还是说某一个国家 还是说某一个年代某一个行业某一个经济的体系 说他们是个草台班子 但即使是这样 我自己还要好好过好自己的日子 这个世界是个草台班子 但是我不是呢 真的又让我想起来 算命里边永远种地的那两条 第一个怀才不遇 对吧 第二个叫遭小人记恨 对吧 他在讲这样的一个东西 讲出这样的东西来以后 大量的人还是可以产生共鸣的 罗振宇还做了一些商业方面的展望 他展望了一些什么呢 第一个 说得到 这几年啊 其实声音已经没有那么多了 我们现在能够查到得到最后的声音是什么 是在2020年2021年的时候申请上市 最后被叫停了 我在当时的还录了一期视频说 知识付费为什么是没有机会的 为什么不可以让他去上市 从那往后 其实他没什么消息 到底是继续发展了 还是说慢慢缩减 慢慢越抽越来越抽抽了 没有声音出来 我觉得可能就是越来越抽抽了吧 所以现在得到还剩多少人 还剩多少估值 还有多少钱 还准备做哪些事情 其实已经不确定了 现在从罗振宇想干的事情来说 他已经没有那么多的管理工作 没有那么多的跟别人沟通的工作要做了 所以他要重新回去 搞一些新的业务 所以第一个叫做得到新商院 我们要重新做一个新的商学院出来 来大家报名 我来给大家讲课 带着大家去看这些有趣的案例 带着大家一起去思考 一起去碰撞 再去说 我们带大家去游学 比如在国内哪里去转一转 到美国哪里转一转 新加坡哪里转一转 他在做这样的规划 这个现场也号称是有几千人去报名了 这个从得到整个的用户群体和粉丝群体来说 还是说在中规中矩的一个数据范围内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来说 从我个人 因为我们有时候也去组织游学 也去组织给人讲课这样的事情 我的感觉反正还是坑人的含量大一些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他已经没有那么多的高大上的案例去给人看了 所以他说我们现在去看一些老的案例 现在怎么生存下来 或者去看一些小的案例 在某一个细节上怎么去做了一些改变 像以前比如说他带着大家去看一些比较高大上的案例的时候 或者找了一些真的大学教授什么这样的人去讲东西的时候 没准还是有人会去成功的 因为咱们最终还是说 我学了你东西到得到什么 学了你东西了以后 是不是有人最后成功了 原来确实有人成功 那成功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他的课程有多好 而是因为什么呢 而是因为大环境在往上走 对吧 但是看完了以后说我们真的有可能学到一点东西 你真的能够应用过来以后 在好的大环境下 我可以往前走 但是现在一堆的小企业在这里螺丝壳里做道场 我们跑去学 学完了以后 真的在这里能够用得上吗 你真的把它提升到哲学层次 说OK 你在这样的一个层次上去思考的话 才能有一点点收获 就算是大家都学会了 真的有收获了 能够把它应用到自己的生意里面去 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 在这样的经济的氛围下 又有多少人能够成功呢 当然了 他作为一个商人说 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要挣钱 对吧 有些人说 我愿意交这个智商税 那么没法拦着他 这事还是点让他去干 说重启逻辑思维系列 他中间有一段时间就停了 他原来就是说 每周会录一期很长的视频 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 或者40分钟到一个多小时吧 每次找不同的主题去讲他的故事 叫逻辑思维系列 这样罗振宇 其实他起步的时候 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日更一分钟的 每天一分钟日更的一个讲话 第二个呢 就是每周会录一期视频 他是生生的跟自己死磕了 大概一年多 开始有人投资他 这个事情才继续往前走 慢慢的变成了一个知识付费的平台 叫得到 对吧 他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中间得到整个公司做大了以后 说我们就不再去自己录这个一天一分钟了 后来说这个逻辑思维长的 一周一小时这个事 他也不录了 对吧 只是说四处去找老师 四处去进入到台后的一个管理工作了 现在说不了 重新回来接着干这个事 他要这次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呢 叫文明系列 所谓文明系列呢 就是说他把历史上中国的每一年作为一期节目来讲 他是从公元1000年要讲到公元1912年 讲到这样的一个时代 准备呢 讲20年 把整个这段讲完 每一年我们去讲 但是他不一定挨着讲啊 如果每一年这么去讲的话 他可能还是一年就算52周吧 他20年能够讲完吗 我觉得没算这个算术 可能还稍微差一点的 所以中间如果实在没什么事 可能这年就跳过去了 他准备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做这个节目 也算是啊 他前面讲的发大愿 卖小步一步一步往前走 当然了 这个过程呢 依然是不敢越雷池半步啊 什么叫不敢越雷池半步呢 讲到1912年就完事了 再往后的事情咱就不讲了 再往后的事情讲不清楚了 没法讲了 所以就讲到这里 而且呢 到1912年的事情 你想他从1000年开始 一年往后讲吧 这个事情呢 要到20年后才讲了 到那个时候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都不好说了 他可能73年的50 今年50啊 所以他准备从50岁 一直讲到70岁 等他到70岁的时候 现在的某些环境就可能已经发生变化了 到那个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严苛了 没准可以接着讲下去 这是他去发的一个大宏愿 他在干嘛呢 其实是在用个人的努力 就是说你看我自己发了这样的一个大宏愿 我说我很努力跟自己死磕 去建立起微薄的确定性 现在这个时代最缺的是什么 是确定性 前两天还有人说 怎么能够让居民兜里有钱的时候敢花 正好是白岩松去讲的话 又有人翻车了 有人说我们真的没钱 你可能认识人有钱 我们没钱了 这个我们不能去花了 咱们就说有钱的这些人 他为什么不敢花 因为没有确定性 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失业 明天是不是有人给我发薪水 明天我所在的这个行业 是不是就戛然而止了 这些人我们都不知道 那么这个钱一定要留下来 我记得以前看一个书也是说 为什么犹太人 总是喜欢存大量的现金宝石在身上 这些人进了纳粹集中营的时候 纳粹军官可以从他们身上 找到各种各样的黄金 宝石各种珠宝都可以找到 为什么 因为他们对未来的确定性是不知道的 没有确定性的时候 我们要尽量的把硬通货留在身上 以备不时之躯 我们那个时候老去嘲笑美国人 月光族他们从来不存钱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未来是有确定性的 我不需要去靠存钱来去应对 未来的不确定 那么现在罗振宇说 我也要干这个事情 我发一个20年的宏愿 用自己的努力来建立起了一点点确定性 这是他现在要去做的事情 那么未来是不是还会发视频来去解读 时间的朋友这件事呢 可能性还会吧 首先时间的朋友这个题目我很喜欢 我们一直在讲说要去做时间的朋友 要去做对未来有益的事情 不要那么短视 这个题目非常非常好 第二个罗振宇 甭管他讲的东西对不对 你是不是认可或者环境如何 这个事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但至少他的努力的部分 还是值得去学习的 跟自己死磕 把自己逼到绝境 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 实际上也是一个内卷的过程 也是现在我们唯一可以把握的东西了 其他的已经把握不了了 这个世界已经疯了 已经是草台班子了 我们把握不了那个 我们只能把握自己 自己努力啊 这件事还是值得去学习的 罗振宇都在坚持 我为什么不能继续坚持下去呢 哪怕说我明年再去讲这个话题的时候 已经没人爱听了 那就讲呗 再怎么着 也就是480条视频之一嘛 还有其他的视频啊 可以继续讲大家喜欢听的东西 好啊 这就是今天奉献给大家的 罗振宇2024年时间的朋友 跨年演讲都讲了什么 感谢大家收听 请帮忙点赞 点小铃铛 参加discord讨论群 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 加入我的付费频道 再见